因為這個比如說十大單曲是同時肯定作詞人、作曲人跟演唱人 那專輯也是同時肯定演唱跟製作人 那其實這個邏輯我自己是很認同的啦 因為本來我們做音樂的都知道嘛 就是一個歌完成的時候你不可能是分離的 那這些東西可以同時就是所有參與的人都能夠被榮耀 我覺得這絕對是我們最開心的事情 那阿怨呢 獎項啊獎項就是因為我就從小到大也不是什麼好學生 也不是什麼壞學生啊 所以獎項對我來說都是多餘的 對就是有但很好然後沒有的話我也不會覺得不開心 因為小時候就是一個很皮的小孩嘛 到現在也是一樣啦 那當然就是說做音樂這條路上面就還蠻開心的 那其實也沒遇到什麼挫折啦 對啦 那以前當然有啊 挫折 所以現在的話當然就是比較好一點 那也希望之後可以往更好的音樂路上面去發展 就這樣子 大家想說這個 信心得到金曲獎 喔 恩 金曲獎這件事情其實不是我能做決定的 但是 我還是順其自然平常心啦 覺得 恩 是會懷抱期待但是 就是一半一半這樣子 有當然很好啊 如果沒有也沒有關係 還是會繼續努力 謝謝 謝謝 今天有另外一個競爭者對著 對 而且他沒有辦法說話 有嗎 稍微跟他聊一下 加油加油 因為你們兩個呼聲其實都還蠻高的耶 恩 這張專輯有跟他合作 快樂快樂這首歌 那我真的覺得他很優秀啊 是一個很強的競爭對手啦 然後我就覺得 我們兩個如果可以一起評分這個獎是最好 喔 但是 對啊 這怎麼可能呢 哈哈 對啊 是我們互相加油鼓勵 恩 那這次光明就是你也繼續講 像就是一些表演強段陸續出 然後又說就是表演者可能是無償演出 如果是自己會願意嗎 我願意啊 我當然願意 恩 怎麼講 像這樣比較 然後就是比較激動 激動的這種表演 其實也常常 常常遇到 所以其實還好不會 不算是什麼 太冒險的事 或者是 沒有什麼難度 對 那阿樂會演出嗎 蛤 你剛剛問什麼 我沒有 我沒有 無償演出什麼 沒有酬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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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有酬勞的話就 也ok阿 對啊 因為我們歌手 反而就是唱歌 是天職阿 對啊 阿有沒有酬勞 在台上開心最重要 對 那個是比較有價值的 喔 我剛剛搞錯你說的耶 你也聽不懂 對啊 沒有我以為是那個 就是突然 要我上台表演 這件事 但如果真的是沒有配的話 我也是覺得ok阿 其實唱歌就是開心的事 然後可以表現給大家 是最好的 嗯 可是其實反正又有說 就是歌完歌後 就是一得獎 就要馬上上台表演 然後可是因為典禮 其實太長了 然後就沒有這個橋段 會不會覺得有點可惜 如果我有得獎的話 我就覺得很可惜 對 沒有啊 就其他的就不要表演就好啦 有時候那演出都是因為表演 然後或者要不然就是頒獎人 頒獎人 有時候話也是很多 然後都不給那個 就是頒獎的獎啊 我覺得是應該要相反 對 或會頒獎的就是 喔 那個稿稍微少一點 對 因為有時候都要背那個稿嘛 對不對 每次要演啊 今天怎麼樣 今天怎麼樣 好 那我們來看 嗯 就這樣子 我覺得那個可以少一點啊 然後讓那個領獎的 得獎的可以講多一點 我覺得是比較實際一點 對 就像之前那樣子 搞得都很尷尬 這有沒有信心 沒有 有 你有 有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 因為我 就是從以前一直到現在 就沒有想過這個事情 那到底有沒有信心 我就覺得這個 無所謂啊 因為我自己也有講過 就是說 如果今天有 有得到獎項的話 不是會有獎金嗎 那獎金就是要奉獻出去嗎 到我的教會啊 對啊 如果沒有的話 我自己掏腰包 獎金多少 我就是掏腰包 給我們自己的教會 這個是我最想做的事情